前乡慈云山四番公墓与火化场 荣获109年度花莲县冰藏设施评鉴成绩优等奖 乡长游淑珍30号一大早前往慈云山 来未免鼓励乡中所冰藏管理所的同仁 游淑珍他勤勉同仁 继续为花莲乡亲的人生终点站各项服务来努力 慈云山冰藏园区成长花莲县北区五乡镇的冰藏服务 服务范围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乡公所冰藏所的业务没有因为业务繁琐而降低服务品质 今年反而更荣获109年度花莲县冰藏设施评鉴成绩优等奖 尤其推广执葬成效及创设服务更是获得中央肯定 30号一大早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慈云山 未免鼓励冰藏所的12位同仁 宾分极安我们让冰藏礼仪的文化提升 我们极安相公所在我们极安火化场以及我们的生命礼仪 还有我们的执葬延区呢获得了这样的优等的佳机 当然我们承担起北区五乡镇的火化礼仪 我们改善了我们的礼仪大道 甚至于是在整个山上的殡葬业的所有的环境 以及执行上面的工作的落实 那在我们的执葬里面呢也获得了我们1000多位家属的认同 所以现在长眠在我们执葬园区的长辈也突破千余位 我们相信未来冰藏的努力跟质感的提升 极安相公所会继续的积极努力的争取 乡长游淑珍感谢中央 县政府的资源挹注及乡民代表会大力支持 目前殡葬园区道路改善工程大致完成 另外面临塔为其设施老旧 火化炉具更新空物设备改善等工作 公所团队会持续向上级争取经费 以最大的力量全面来提升极安相更优质的殡葬服务 借对我们的视频简单相报道